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坐着 我一看佛经 我觉得我身体里好像地震一样 好像有个东西想从我身体里出来 然后我就想把它努力地放出来 其实你这个修正呢 我觉得震动不怕 震动啊 就是说身体的震动啊 或者你觉得有东西冲出来 这个我觉得没关系 只是你现在的对这个世界的善恶 善恶风的太轻 就是你心中对这个 就是有伤感跟恐惧 知道吧 你在震动的时候 身体 因为身体是个世界嘛 你的气脉里边带着太多的情绪 就是伤感啊 恐惧啊 还有这个世界的黑暗面 阴暗面 那么阴暗 恐惧和伤感 就是在震动的时候就出现你 目前你觉得很不舒服 我不知道出不来 或者是有东西压抑在里面 其实是如果你很喜悦的时候 你这种震动会导致你 就是很祥和很喜悦很舒服 但是现在你的 积压了这么多情绪 所以你在修正里边就出现这样 好像能量在这里压 其实能量压着也罢 冲破也罢 其实还是你的认知感觉 是你的瘦 瘦为空 觉寿上的问题 你要是师兄的话 最重要破这些像 天也罢 地也罢 繁星削落也罢 天崩地裂也罢 这始终还是我们一个意识层面的认知 你始终还得容容不容 抱持在本觉上 抱持在本觉上 然后诸相解破 天也是你认知出来的 地也是 繁星也是 天然星系全掉下来 心穷全爆炸 这都是你的认知 在这个时候就会恐惧 然后就找不到自己在那儿 是的 所以你能量很大 但是呢 第一是定力不够 第二 当然说有肯定 祝佛普照会护持你 所以到现在你没出篇 所以会护持 还是护法很 你身边的祝佛不在加持 就是说你的能量很强 你很强大的时候 但是你有着着相 就是着爱各种善恶的相 而且现在的失业的状态 或者是你身边的很多的状态 就是让你不太清净 就是在很不 但是我们不能要求 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也没办法选择环境 如果你现在能够选择一个很激进的基础 为什么就是很安静的地方修正的话 这些都会消失 会很好 但是现在你又要做事 一个事业需要你去管理 或者很多事 现在不用了 我现在就是想 从那些人事中抽离出来 我就是想好好修正 如果是这些环境对你影响不大的话 你的修正会有点突破 就是你先开始 对环境对你影响还是蛮大的 但也不要留恋 就算是有缘 那个山头跟你有缘 你很久了 比如说你的老师 还有就是那个山 你在珍惜缘分 不是这样珍惜的 而且珍惜你现在被缘所控 而不是被珍惜缘分 知道吧 就是你的老师已经不在了 他不在你身边 是不是 他已经离开那么久了 而且那个山 我们生生世世 住过太多的山了 假如我们是个修行者 可能我在武台山也住过 阿弥山也住过 普陀山也住过 那我哪个山也有缘 是吧 我去那都能找到 我曾经修行的夙缘 还有人啊 还有事啊 还有物也能找到 你留恋那些干涉 你觉得那个地方 可以让你成道 这是你认为的 你不敢舍 知道啊 你不敢舍三界 何况舍一个有缘的地方 就算那个山底下 没这颗宝珠 又怎么能让你成道 就是摩尼珠就在你的心里边 佛说就在我们加沙底下坟 真的 是吧 你不敢舍三界 你没有那个破灵 就是你恐惧 恐惧放下 放下你熟悉的法门 放下你熟悉的人士 放下你熟悉的环境 不是要大丈夫行吗 休息 大丈夫是没有 是无谓的 是吧 你现在恐惧你 离开那个地方 你觉得怕你成不了道 这可能吗 你不要了 你也成道也放下 干干净净坐在这 你坐在这 每天烦恼 我成不了佛这件事 这不累吗 是吧 我说我们本来是佛 慢慢修嘛 是吧 我回去就是了 但回去需要一个 从生命法 和幻境里 逐渐逐渐清醒的过程 你只需要清醒嘛 你留恋山上的宝物 你能清醒呢 就算留恋地吃地茶 也不清醒 留恋山上的宝物 就是留恋你自己的情感 知道吧 留恋你自己 留恋要自我 留恋三界都是留恋自我 是吧 宝物无处不在啊 它也在珠海 它也在广州 也在任何地方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宝物 是无处不在的 也不是留恋那个山 然后我昨天我就是出去 我找了个地方 我在那个山里面 我打坐坐了一会儿 又回到以前那些状态 然后那个东西就是 还冲不出来 然后特别努力 然后输不来 你不要刻意的 用你的意识层面去导引它 要冲出来 或者你觉得有一个 哎呀 就有一个东西 要冲出来的东西 冲出欲动 你用你的意念 导引是导引不出来 它怎么能处呢 内外一如 它就出去了 知道吧 如果外界跟内在 内环境跟外环境 是一样的 没有内外的时候 破内外的分别 它就出去 你要有个东西想出来 你不是头上开个翘啊 我把那个翘打 头上那个东西 我生出来 你这样子 你头上的开个窟窿眼 你的 当时从命中羞扰 说我三脉七楼 全部打开 其实当你中脉通的时候 其实人是破了内外 就是没有内 没有外 是破了一个分别性 你不分别内或者外了 这个时候内外 你就出来了 就是不分别 就是它这个出 出头顶也吧 出哪 它的分界限 不是说是从头顶上 有车皮 有一个肉质的东西 我们有个窟窿眼 不是那样 是破新的一个分别 一破内外 就出去了 忘我嘛 正如忘我嘛 你回到那个 本来的一个状态 你会的 我相信你会的 只是现在你被困在 一个溯源里面 你被困在溯源 是因为你 你一直在流量这些东西 把他舍去 对你目前因为 目前我看了你们的微信 你现在目前最好的方法 是舍掉它 因为你已经拿不动了 太累了 太累了 是的 以前你的师父在的时候 我觉得你还可以 你师父不在了 你一个人拿不动 就算有缘 有缘 那还没缘 或者你 我只是说 从心里面舍弃他的时候 你就无所谓得失了 你可以继续留在那儿 或者不留在都可以 但是呢 在心里面 不要对他 对园抱有幻想 不要对自己抱有幻想 你也会算他 没谢谢 没人 没人 我 我 我